《雲端計算儲存安全公司維持》的研究人員 這個星期發現 微軟公司的Azure雲端平台的旗艦產品 Cosmos DB 存在巨大安全缺陷 8月28日 他們敦促所有用戶更改他們的數字訪問碼索 而不僅是這個星期早點的時候 通知的3,300名用戶 維持公司的研究人員這個月發現 他們可以獲得Cosmos DB大多數用戶的主要數字密碼索 能夠竊取、更改或刪除數百萬條紀錄 微軟在得到維持的警告後 迅速修改了設置錯誤 這個錯誤 可以令任何用戶輕易進入其他客戶的數據庫 微軟在8月27日的博客文章中表示 除了研究人員的活動之外 沒有發現設置錯誤曾被利用 但微軟仍然在8月26日通知一些用戶 更改他們的密碼索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 在8月27日的公告中執明國表示 所有用戶都要更新認證密碼索 維持公司 由曾在微軟雲端平臺內部安全團隊工作過的 四位資深專家創立 他們贊同國土安全部的意見 在9月27日的公告中執明文端平臺 在12月27日的公告中執明文端平臺 全身的公告中執明文端平臺